今天AT个股推介第一个是友邦1299 选选的原因是在中国伏偿速度超预期之下 友邦的内涵价值、新业务价值有力展开强劲的复甦 参考其他大型金融同业的业绩 友邦定息收入具有增长潜力 友邦已完成估值复收 现等待盈利及资产预测常调 友邦将今星期五公布截至2022年底的全年业绩 早前其他大型金融机构业绩显示 理财产品销售表现受严格防疫措施影响拖累 预料业务重心以香港及中国内地为主的友邦 去年收入、新业务价值及内涵价值等的确难以看好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指出 友邦去年的内涵价值按年下降 因为安市值入涨相关损失 香港销售疲弱 以及由于内地疫情造成的新业务价值增长放缓 不过以上的因素已经成为过去 内地自去年11月底露出复苏、复常的曙光之后 复常的速度更超越市场预期 另外上星期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 以及其他数据都有惊喜 为友邦的保险产品销售 以致新业务价值增长带来复苏动力 策略上业绩公布前 投资者不妨偷友邦的股价会至84元吸纳 初步目标是看券商的平均目标价是100元 作为第一站的关口 指涉价可以定在76元 第二个推介就是三大中资电讯股 三大电讯股自去年10月底开始随着大市反弹 中移动中电讯和联通由去年10月底至上星期五 累计升幅达到2.8-6.3 问题是三大电讯股在大升过后 是否仍然有吸引力? 答案仍然是正面的 摩根士丹利认为即使在近期反弹后 他们的股值仍然吸引 股息率预计介乎6-9厘 而今个月即将公布的业绩 和2023年的指引将会是关键的趋势 三大电讯股当中摩根士丹利认为 中国电讯的增长前景和息率更加吸引 政策方面国务院近日印发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提出到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 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 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 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大幅增强 政策有利电讯业务的发展 加上云业务已经成为三大电讯股的新增长点 足以成为股价上升的引擎 整体而言 在国策利好的环境之下 拥有新增长点的三大电讯股 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